今天的話,其實因為我還不太確定說 這是它比較需要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先做一個初步的比較簡單的overview 就是說我們在OSA裡面 它那個Posted Airway Brasher的Syrapy的話 什麼樣的Case是比較適合的 我可能今天先躲動在這一塊這樣子 那我想可能在... 就是我們講說它的應用的時候 我們先再回顧一下說 其實我們在Sleep Related Bracing Disorder的話呢 其實在國際的那個 睡眠疾病分類上面,它就分為三大類 那其實就OSA其實是大家最常見的 那大家都很熟悉 其實這個大概就是CPUB就可以處理 那在... 它OSA如果變得比較嚴重的話呢 有時候會變成Sleep Related High-Probantation Disorder 因為OSA其實最大的一個Risk factor就是肥礦 那肥礦之後 如果產生就是換氣不足症候群的話 它就會造成Sleep Related High-Probantation Disorder 當然我們下面有很多其他的原因造成 Hypo-Bandation Disorder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比較Conjunital Disease 或是說 是因為一些... 就是Secondry-to-CSA的一些醫體 allergy 那我們今天...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講說如果是OSA合併 Obecerity Hypo-Bandation Disorder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子 那... 這一塊其實我們要先了解它的Pasal Biciology 除了說它本身就是肥胖的因素 所以它其實是會有一個蠻嚴重的OSA以外 它因為就是... 整個胸闊上面 它有所有... 就是胸闊上面... 應該說它重量的負擔比較大 所以它要擴張胸闊的時候 其實是相較於一般人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 它的Trust World Compliance 就是它的順應性會比較低一些 那這兩種因素都會造成換氣不足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會... 因為肥胖的關係會有Leptin Decision Leptin就瘦素 那這個瘦素其實... 除了去抑制食慾以外 因為它... 像Obecerity的病人 就是因為它食慾沒辦法抑制 所以它有Leptin Decision 那這個它除了去抑制食慾以外 另外它其實是一個Ventator Drive的一個... 激素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它... 就是有Resistance的話 它的Ventator Drive也會下降 所以這大概是會造成說它換氣不足的... 主要三大原因 那在治療上面呢 其實最重要當然就是Buddy Weight Control 那...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們有時候就是要給它... 使用Positive Airway的Sealty 那有時候... 我們當然... 針對它的OSA的POP 我們用CPOP就過了 那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用到BPOP BPOP就是Bi-Level的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因為我們一般CPOP是在... 固定給它一個鎮壓 那如果說它在吸氣的時候 額外給它一個鎮壓 那去增加它的TIDO-Value的話 那就是Bi-Level的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所以... 它們差別是在於說... 吸氣的過程中有沒有在額外多一個... 就是壓力這樣子... 不好意思,我那個Pointent弄太下面了... OK... 那是不是我們所有的... Obesity Hyperventilation的這些病人的話 我們都要用那個... Bi-Level的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一片 這一片的話呢,它是一開始... 有診断Obesity Hyperventilation Disorder 便能收入進來 其實你診断這個的話... 其實不需要做PSG 因為... 它其實就是那個... 三大Criteria 第一個就是... Mobile Obesity 那... 以國外來說的話 它Bi-Level其實抓在40 不過在亞洲人應該35就可以 DMI 35以上 然後有... Date Time的 Hyperventilation 在白天的時候抽Gas 它修吐有電高 那... 第三個就是... Niturnal Diserturation 夜間的時候會Desterturation 你只要這三個... Criteria都符合的話 你就是Obesity Hyperventilation Disorder 那... 所以其實做... 這個部分其實不用做PSG 我們其實用其他方式就可以做診斷 那它後來就把這一群病人弄進來 弄進來之後 那... 它就給它一些... Sherapy 那... 在這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在引弱進這個Trial的時候 它就給它... Try C-POP這樣子 那... 它有... 設定C-POP Failure的Quitary 那... 在你一個良好設定的C-POP之下 它仍然會有Niturnal Diserturation Niturnal Hypopemia 所以它是HBO2 小於80%for 10分鐘這樣 這其實很可怕 然後另外就是有C-Bi-Level的那個Retention 那這當然是要用一些比較... 連接的Device去量測 如果你抽蓋子便宜就行了 這不太適合 那... 所以它就有設定一個C-POP Failure的款式 如果Falure的話就到這一組 它直接用那個B-POP 那... 那在C-POP沒有Value的這個組呢 它再去看說 我們用C-POP和Bi-Level的 就是Party Air Pressure 這兩組之間有沒有什麼差異 那我們先看一下說 它們B-Sign的... 就是一些... 就是數據跟檢查的Data 那看起來C-POP跟使用Bi-Level其實差別不大 那...到這邊的話 如果說我們再去看說 它...在使用之後呢 它們改善的狀況 比如說PA-CO2改善的狀況 因為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換氣是看CO2 那...以這個來說 它下降的幅度呢 其實兩組也都是差不多 那...那個... 在清醒的時候的O2呢 都可以獲得改善 其實一般跟OSL有點相 就是你... 改善它的夜間症狀之後 白天的症狀也可以起改善的 那種概念這樣子 那...這兩個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假設說你... 它這個... 大概就是指出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 有部分的Obsity Hyper-Valination Syndrome的病人 那它是可以用C-POP來做Treat的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Table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族群它會... 什麼樣的族群它是會有... 就是...一吸號就可以改善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就是... RDIJ的部分 那... 不管是RAM呢 還是Non-RAM呢 它大概都是在60以上 甚至是Non-RAM還到90幾這樣子 是這種非常非常嚴重的OSA的Case 那... 它可能的部分的力量是... 耗費在說... 它去突破上呼吸道的阻塞 所以它剩下的力量去... 產生那個Ventillation的力量 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當你用吸號去解決它的 上呼吸道阻塞之後 它Ventillation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 其實可以用吸號來做解決 那這個族群其實跟我們最近在做的那個... 就是四個面向Phenotype 其實有點類似 當你沒有太多... 就是其他... 就是Ventillation Disorder的時候 你如果是比較嚴重的族群 其實不管你的Lugin 還是Upper Oil Muscle Responsiveness 其實都是比較強的 所以理論上你在有... Anathomical這個Ventillation比較強的時候 其實你其他部分 你會Compensate自救 那除非是有一些族群 它Compensate自救的功能不行了 它才會消用到 Bi-Level的Party Oil Culture 所以從這個Study 我們大概可以先... 有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我們看到... OBi-Level的Ventillation 我們就一定要馬上往上Bi-Level 其實還是可以先用吸泡串 那接下來呢 在2017年這邊又有另外Phen-Scotty 那它一樣是... 就是... 把... 原本就收入... 就是有OBi-Level的Ventillation 就是新種的病人 然後收進來 那它一樣是用DMI跟... 就是Daytime的Gas 然後去... 做一個診断這樣子 那接下來它一樣就把它做分類 看是用在Bi-Level的Party Oil Pressure 或是CPOP這樣子 這兩種方式我們來做處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說 它的一些改善的數據 像是... 以我們最重要的PA-CO2 二氧化氧含量 那其實... 你不管是用CPOP還是Bi-Level 它都可以得到一個很有效的下降 而且這兩組之間其實是沒有差異的 再到三個月的時候 那O2其實也可以進步 然後再來Bi-Carbonate的部分也有下降 Bi-Carbonate是重碳酸跟離子 它其實就是這個的代償這樣子 所以我們... 它有下降導致 它跟修讀是同步的 然後接下來可以看一下說 像我們一些問卷的量表 還有那個... 就是體重呢 其實都可以有一些改善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其實... 有...大部分... 這一個... 這邊裡面收入的 HypoVenture的族群 其實你用CPOP的狀況 跟你用Bi-Level的狀況 其實是類似的 所以... 這個部分是我們第一個部分的概念 我們OSA合併 C-Bi-Ready HypoVentation Disorder的時候 我們要... 就是注意說 其實我們... 有時候還是可以先Try CPOP CPOP它如果有明顯Value的款機率 那我們再... 給它試Bi-Level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結束之後 我們先來講一下 就是Central這一塊 Central這一塊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族群 我們會用上Bi-Level的族群 那這個... 這個族群其實... 在過往我們比較少去診斷 那其實主要原因 並不是因為這個比例比較低 而是因為它... 一般這樣的病人 都有一個...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 就是Medical Problem 擋在前面 譬如說... 它是一個... 嚴重的Heart failure 然後有Reduce Ejection Freation 這就是Central Heart failure 那這種... 這種Heart failure 大概會產生... CSL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講它的EF 已經40以下 大部分都40以下 所以... 治療上它... 咖啡流的問題都已經處理過來了 它其實不會注意到Sleep的問題 那第二個病... 第二類的病人呢 是唆咳 唆咳之後呢 它一般來講 造成那個... CMS的... 就是... 對於O2和S2的變化 比較沒那麼敏感 那... 它就會產生一些... 就是規律的... 就是周期性的呼吸這樣子 那在周期性的呼吸 在Harmantation下降的時候 它就會有... 類似CSA的表現這樣子 所以...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族群呢 其實我們... 在這些Central Sleep Apnea裡面 我們還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這一個... 這兩大類呢 就是所謂的... Hypocapnic的... Central Sleep Apnea Hypocapnic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像這兩類的病人 其實... 它在... 它... 這... 一個是因為... Security Delay 然後它會... 你身體裡面的... 那個... O2和CO2 和它... Brain感受到的O2和CO2 其實是有一個Delay 但是一般身體 因為有知道這樣的狀況 所以它... 自救的關係 它就會... 在感受到一點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 Overshoot它的反應這樣子 所以當它發現CO2有一點點變化的時候 它會... 認為... 身體裡面的CO2已經過高了 那它的Ventation就會加得很強 那所以它就會... 突然... 呼吸變得很大 那呼吸變得很大之後呢 其實它會Wash out Wash out之後... CO2降下來 那降下來的時候呢 它又變成... Apnea的State 那就變成CaState 那因為它會有一個... CO2 Wash out之後 然後... CO2下降的狀況 那... 反覆這樣出現 所以我們稱之為... 這叫Hypocycnic的Central Sleep Epidemia這樣子 那Stock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它也是... 因為它... 就是比較不Sensitive 所以它的反應比較強烈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個部分... 這兩部分其實... 我們最常見大概是這一個部分這樣子 那再來還有一些... 在下面好像... 不管是使用藥物啊 還是說... 你因為一些Conjunctal Dissol 造成的... Primary的... 像... 一些... 腦傷之後 然後它就是... 那個... Central Drive不夠的那一種... 很Pure的這種族群 那... 它表現出來呢 就不會是那種... Chin-stop resurrection 那種一陣一陣的 它就會是... 長年都是... Ventation量不夠 那你那時候抽Gas 不管什麼時候抽... Central Drive應該都是偏高 所以... 像這一類真的是... Central Drive出問題的 它就是所謂的... Hyper-Kipening的... Central Sleep Epidemia 這個族群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族群大概... 就是... 一定要用上... Bi-Level的... 要不然你的... 量一定是不夠 不過這個族群其實也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 滿小的時候就整斷了 那所以我們大概就來看這個就是... Hyper-Kipening的... Central Sleep Epidemia 我們要怎麼做處理 那它的Pattern其實就是... 大家常見的... Chin-stop 那... 其實它就是在... 它那個... 因為它也... 修圖有點變化的時候呢 它的... Ventation就會Overshoot Overshoot之後呢 它會把它... 就是... 不然O2修圖就會Correl回來 然後它會... Over-Correlation它的... 修圖高的情形 然後呢... 就會造成壓力它的... 那個... 呼吸Drive 所以它又變成... 那這邊就是... Central Epidemia的狀況這樣子 那這其實我們就稱作為... 就是Chin-stop 那如果說我們去看說... 它血液裡面的波動 還有它Neuron的波動 你會發現說... 它的... 它血液裡面的CO2呢 和它Neuron Sensor到的CO2的... Curve 其實是一個Time Delay 就我們剛剛說的 它因為... Eggestion Provision過低 所以它打上去比較慢 或者說它的... 層經比較不Sensitive 所以比較晚Sensor到 它因為有Time Delay之後呢... 它其實這個CO2的波動呢... 其實是跟它... Ventilation是相關 但是就跟... 我們那個血液裡面的變化... 其實是有一個Time Delay 所以... 它才會震發性能出現... 這樣子的Ventilation的情形 就是Chin-stop Exploration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處理... 其實這一開始呢... 在2005年的時候... 這個是Can-pop Try... 就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部分它就是... 去看說... 我們有Central Sleep Epnea... 然後合併... 還有Half Failure這個族群... 那我們用CPAR回去做Treat 那這個... 收入258病了... 那... Half Failure和Eggestion Provision 大概都二十幾了... 這其實蠻差的... 那CSA它的... HRI的數值... 是... 40以上... 那是Central Epnea的Predominant 那... 這兩款CPAR收入進來之後... 把它... 進去說... 證明... 一組用CPAR,一組沒有用CPAR 那我們來看有什麼樣的變化 像你用CPAR之後... 它的Apnea的episode... 其實會下降... 那... 命的... 其實會增加... 那... YouTube Version也會增加... 那YouTube Version也會增加... 這其實是一個額外的幫助... 因為... 我們基本上在... 給一個壓力在胸腔的時候... 那它會去降低心臟的厚負荷... 等於說你可以去幫心臟說說... 因為你就是從外面加壓心臟... 所以... 你可以幫它收縮... 可是這種這樣子它有聯想... 那幫它收縮之後... 它其實... 它那個... 就是後負荷其實可以下降... 所以它的Ettation Provision可以增加... 那這是CPAR它額外的一個幫忙這樣子... 那... 這個... 這部分其實看起來... 其實光用CPAR的效果就很好... 而且... 它的那個... 就是... HeartRad... HeartTransparent的... Dance of All Heart Transparent的費... 它就... 以這個... 持續來說... 它就是有不斷的下降... 所以看起來它是可以去改善Survival Rate的... 那這個到底是為什麼CPAR可以去改善那個CSJ... 其實學理上好像很難說得通... 不過... 它其實原理是因為一個... Hairing Blur Refresh的關係... Hairing Blur Refresh是這樣子的... 當浪... 當我們的費... 它擴張之後... 擴張到一定程度... 它就會反射性的要你吐氣... 因為它過度擴張會... 會擴掉... 所以... 當它那個... 擴張到一定程度... 它會反射性要你吐氣... 吐氣吐到一定程度... 它浪Collex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不能讓你完全Collex... 所以... 它Volume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會刺激你吸氣... 那我們CPAR下去之後呢... 其實是會增加整個... Rombo你用一個鎮壓... 鎮壓之後... 你讓... 被產生一個Stretch... 之後它就會刺激吐氣... 所以它等於是... 用一個... 就是... 間接的方式去... 刺激它Free Cycle... 往下進行這樣... 就不會說... 就是進到... 就是Epnea的Stage這樣子... 好... 那所以... 這個是CPAR它治療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 它... 如果我們用了CPAR之後... 我們... 理想上就可以在這個階段... 它可以去... 改善它Epnea的情形這樣子... 不過這時候就會有遇到一個問題... 那這個階段怎麼辦呢... 其實它是一個... 蒸發性的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我們用一個... 就是... 動態的Tidal Volum... 這邊就低一點... 然後這邊高一點... 比如說我們... 我們一樣是設定... 那個... Bi-Label的Parsity Air Pressure... 但是我... 再給它... 呼吸進氣的那個壓力... 其實我可以高高低低... 像... 這邊就低一點... 它這邊自己呼吸多... 我就不要給它... 那這邊沒有呼吸的時候... 我再給它多一些... 那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 所以... 後來我們有所謂的... Active... Adaptive Serval Ventilation... 它的通常就是這樣... 在Ventilation... 比較充足的時候... 它的壓力... 它加上... 給它太多部分的壓力... 就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說它的... 我們自己呼吸的... 轉幅下降的時候... 我就給它多一點壓力... 多一點空氣... 那... 之後再恢復的時候... 再回來這樣子... 那像這個... 比較Advanced的版本... 連那個... 就是... 類似有Auto CPAP的那種狀況... 都可以調整出來這樣子... 那看起來... 一開始是覺得... 這個模式非常理想... 那... 除了這個... 除了類似這種以外...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模式... 叫做PRVC... 那... 那... 看起來非常理想... 那這個... 這個模式... 其實在我們呼吸上面... 就叫做PRVC... 叫做Preciate Regulated Volume Control... 因為它就是說... 我們在... Sensor到Tidal Volume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 就開始增加壓力... 然後讓Tidal Volume不夠... 那另外一個... 比較類似的模式... 如果大家會聽到... 就是VAPS... Volume Assured Critical Support... 那... 這個差別在這邊... 我們這邊... 在PRVC... 或是所謂的... ASV的時候... 它... 一開始... 在Sensor到這邊... 量不夠的時候... 它是在下一口呼吸... 才把壓力加上去... 然後... 再來增加Tidal Volume... 那... 但是如果是... Volume Assured Critical Support... 它這個模式... 我覺得比較暴力一點... 當你Sensor到不夠的時候... 它就當下... 就馬上加壓力... 讓你足夠這樣子... 那... 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 那... 這個其實... 我覺得病患後比較不舒服... 因為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漸進食的... 一下太激烈... 我也不太喜歡這樣... 那... 所以這種東西... 這種看起來... 是一個蠻理想的... 對人針對CSN的模式... 不過... 後來... 那... 在NGM2015年的時候... 這篇Peper就給它... 不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Outcome... 那... 這總共收入了... 1000多的病人... 那一樣是... 就是有... Eggiation Firmation下降的... Heart failure... 還有... Central Epinia的... 這種病人... 把它收入進來... 那... 接下來他就去... 給它說... 我今天就給你... Adaptive Preserve Woman... 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理想的模式... 因為它可以在... 你Peloborum不夠的時候... 我多給一點氣... Peloborum少就少給一點... 那另外一組... 給他們Peloborum... 那... Peloborum... Peloborum... 它大概看幾個... 它大概都是... CV相關的意見... 比如說... 就是... Motardi的... From any course... 或是說... 有一個... Lifesaving的... 就是... Cardivascular Intervention... 就是接受這個... 導致說它有發生一些狀況... 所以它需要接受這個... 那... 另外就是... Unplanned的... 住院這樣子... 那因為... 它非有惡化的關係... 那這幾個都是... CV的意見... 那看起來不幸就是說... 其實兩個是有分開... 只是... A10V的比例... 居然是比較高... 那... 不管是... Primand and Point... 多個Primand and Point... 然後... 就是... Face of any course... 然後還有... Face of block... Cardivascular course... 大概都是比較高... 那所以... 這個部分呢... 大概就把... A10V判了一個死刑... 就變成說... 其實你在這一群病人... 是不適合使用的... 那其實這個... 這個Mot一開始... 其實... 就針對這個... 這群病人所設計... 所以... 後來... 就很少再聽到這個模式... 就是把它... A10V拿出來用... 除非我們是來... 做那個... 其他OSA的病人... pattrition的時候... 可能台灣的考慮來使用這樣子... 好... 那所以... 我們今天簡單做一個... Summary... 那... 就是我們今天... 大概分兩個part... 因為... 我們大概會用到... B part... 大概是這兩個... 有很多類的病人... 第一個是... Opissor-dipop部分... 那是因為... OSA比較嚴重的... 病人過來的話... 那我們大概... 其實可以... 最主要還是... 可以先給它... try一下CPOP... 那... CPOP如果... value的話... 我們款式要大概... 其他下面... 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CPOP... Ethecrate-setting之下... 你還是有... hypassemia... 跟... 修徒... 免選的情形...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要... 去... 就是... bi-label的... passemia... 回血使用...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for... Central-setting之下... 這個部分... 大概就... 就是... 如果是我們... 在那顆... 應該不是那顆... 我們成人比較常見的... 就是... hypocapital... Central-setting之下... 就像... 哈佩流... 或是... 湊口造成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呢... 目前... 大概... 比較有證據... 還是在CPOP的部分... 那... 這個bi-label...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 去... 影響掉它的... Chin-stalk... 照樣說... 它內生的一些... 調控機器出問題... 所以... 照樣摩它就會上升... 這個就不可考... 因為...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 研究Data... 來... 跟我們所證說... 為什麼... A-11會被人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另外一大類的... 它是... Central-setting之下... 那一種... 我們... 一般來講... 就是... 給它用... 這個其實... 一般就... 比較不會跑來... 睡眠中心做診斷的... 大部分都在我們學香科... 因為... 我們學香科其實... 蠻多這種病人的... 就是... 它因為... 就是... drive 太弱... 所以它就... 百怕 dependent... 這個是... 另外一部分常見的... 慢性... 慢性病人這樣子... 好... 以上... 大概是我今天... 簡單做個 summary... 就是說... 我們什麼樣的病人... 會需要用到... 百類型的... 那... 我想我們大概... 最著重的可能... 還是在... 這群病人... 然後... 這群大概也是我們... 最需要做... 台缺選... 因為它... 有時候需要... 把... event 跟... 開頭部份分開看的... 這個部分... 那...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之後... 再... 因為其實坦白講... 台水球我自己沒有經驗... 所以我可能也是要... 邊...邊做再... 再看一下... 有什麼樣需要的... 那個... 再改善的部分這樣子... 那... 以上是我今天簡單的... 一個report這樣子... 謝謝...